好 那我們回到CFO對上FAK的這場系列賽 在單挑的話呢 剛剛也給大家看到了字卡 分別是這個仕傑要來對上的是一劍 兩邊在單挑的戰績呢 其實都是相當不錯 一個是五勝一敗 一個是七勝一敗 不過 REST 我只能說 他有一顆非常想要玩射手的心 你看他石油的英雄全部都是偏遠程的角色 而且後面他其實蠻多場的比賽都是以這個拆塔為主 但可能對到一劍這一點會可能相對困難 因為一劍他的鬥士角色真的有點太多了 我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他每次拆塔都會BM一下對手 就可能拆著拆著就會S停一下之類的 然後BP的環節先把一劍他熟悉的角色都給BAN掉 選的是挺快的 藍寶要對上達瑞斯 這個有點蠻難說的 如果前面這個藍寶他的位置有拆好就是 換血換得夠好不好還行 但也比較怕的就是達瑞斯一波ALL IN 兩邊好像都有點機會 而且這個組合通常都是我們在召喚峽谷 有機會可以去看到的對決 但一劍對於達瑞斯的掌握能力算是挺高的 我記得他之前選出達瑞斯最近一次 應該是對上MAPLE的時候 當時好像是有單殺MAPLE的賀威 我記得是賀威 對 來看一下搶草的時間點 都還沒有要出去 等關鍵的時刻再來出擊 至少就尾個兵 然後這個距離其實也拉得很好 看REST他藍寶的騷擾能力怎麼樣了 應該是盡可能要在對方進入斬殺線之前 先想辦法把達瑞斯的血量能壓多少算多少 不然如果都是滿血的狀態的話 達瑞斯一波的ALL IN還是蠻恐怖的 先給幾發魚叉 可能要在這個前面對線期的時候 要先有一點壓制啦 因為你到鎖宣之後呢 這個對達瑞斯來說會相對的吃香一點點 喔 勾到 想要來打自己的層數 那一劍的話等一下有可能 就第一劍裝備應該會往水星鞋 或者是吸魔劍之類的裝備來走吧 想辦法去壓制一下來自對方的魔法傷害 但至少線路這裡還是保持在REST這邊的 其實血量保持的都還蠻健康的 這個沒有被對方點到太多的塔前 就是拚最後說拳吧 當然他要出這種咒恨輔佐型的裝備也是可以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的符文 他帶的是這個致命節奏 他如果跟對方拚這個持軍性傷害的話 是不見得會輸的 而且我記得REST和E艦應該兩位選手 是已經有在先前的系列賽有單挑過了 然後當時應該是E艦獲得了勝利 所以這一次的話呢 REST他可能也回過一些比較正常的角色啦 我覺得之前好像REST是拿小砲吧 再拉到 但現在是一個5等打4等 在換血上面看起來還是藍寶沾點優勢 對 這個護盾這個的效果挺好的 這一波的兵準備要擠到塔下 那看一下E艦他的尾兵能力怎麼樣 畢竟這個金錢 這對於等一下回家補裝來講也是很關鍵 我覺得這個兵其實掉一點還可以 但不要被打到太多的這個狀態 被打狀態其實是比較虧的 喔這裡要先回了 先搶一波回補的時機 那REST這裡6等之後 應該也是推完準備要來回城了 應該也是會回家啦 這裡其實這個塔前 看他有 還是賺一層 還是大絕直接把這波兵掃了 也是有可能的 喔 這裡中斷了Record之後 好想賺一層 拿更多錢錢要錢錢回家 E艦趕緊回來 直接拿了兩層 因為他是利用過熱之後拿到兩層 但這波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用大絕清兵很聰明 而且因為E艦他必須要花心思去處理這波兵線 所以想要來斷REST的回城也是偏難 那這樣第一波回家其實這個CS差的差距蠻多的 經濟也會有差 看一下REST要補什麼 不過E艦是已經把西魔劍不出來了 直接補大面具耶 哇這是一件大裝和一件小裝的差別 畢竟是剛剛是多了十幾隻CS的經濟 然後還有兩層塔錢 還是這波炮車波吃完之後 E艦回家看能不能把大裝給補出來 不然那個金錢上面的差距真的是差的有點多 不在一個檔次的 但現在因為藍寶剛剛交過大啦 所以這裡真的硬拼起來的話 E艦是不見得會輸的 哇他剛那個火的尾端燒了一下 直接快燒半血了 真的沒辦法 趕緊回去吃個補包 快受不了了 再回 看一下有沒有摩提斯深淵啦 但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這波回去我覺得 整體的效益並沒有到特別的高 要看一下他的錢有多少 對於一件他的套路可能是 蹲到七分鐘 等縮圈的時候再來決一生死 應該是有機會的 基本上是這樣 可是這個對拼的話 瑞神目前他有一個裝備上面的領先 然後他又帶了這個點燃 所以其實對拼起來 如果瑞神他的這個熱能控的夠好 然後加上他大絕的位置如果撒的不差的話 拼起來目前以裝備論來看的話 瑞神應該是會贏的 對 兩邊目前在單挑賽上面都只有 吞過一敗 Rest好像是輸給了一劍 然後一劍是輸給了 DCG的Orca 那個時候好像是輸給了 漢末丁格 但如果是純上路角色的 對決情況來講 應該也是他比較熟悉的 而且最近一劍他其實在 韓服的排位上面也 好像是打得超級高 對也打得很高 好像有一個十一連勝嘛 很恐怖的 再把兵好好的吃起來 在CS樹上面的差距 十隻兵左右 對於打Rest來講好像是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主要其實我覺得到了 如果真的到了縮圈要拼最後一波的時候 其實兩天回家的時間點 蠻關鍵的 因為在那個時間點 以Rest來說他有一個佔優的地方 是他已經推掉對方兩層塔P了 如果打Rest回家的時間點跟兵線並不好的話 其實Rest是可以直接拼不回家 然後一波all in對方的塔 因為 前面他贏 我記得BYG的這個車檔的時候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這把塔給推掉了 而且到了七分鐘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塔會變得超級無敵軟 對 沒錯 比大家想像中的再軟很多 我當然意見是選擇直接唱了RECO 這裡回補 但我覺得Rest這波接完應該也是可以回補啦 身上錢應該是挺多的 我想要小控一下 變沒有急 應該說這應該算是屯兵線吧 就屯一波大波兵的進去 然後等一下是可以讓自己再拿更好的回補時機 直接鬼步出來搶時間喔 直接啟動啊 這時間就是金錢啦 時間很寶貴的 欸 但如果以這個CD時間的話 再縮圈的話 應該好像有機會 有機會好 對 有機會好 在這個地圖不知道他那個 鬼步的CD時間應該是比較快 他已經轉四分之一 應該是會好 這裡直接拉到 兩邊一波兌換 然後交了 斬離子火箭 對 這裡感覺要回家 呃 或者是再加壓一下一下 等到這個六分半之後再回家 OK 這裡沒事做就直接回了 他要不要回家再拿一件大的出來 其實可以買個什麼物防鞋之類的啦 應該是沒那麼有錢 喔 他要買髮穿喔 然後再買一個這個水 喝個藥 呃 一件則是直接拿出了大吸魔箭 然後再去做最後的重整 他裝備領先真的是挺多的 他這波回去就將近是 六兩 兩千 他將近是兩千四百塊 身上 數學的計算時間 對 另外一邊呢 沒什麼錢 也是買了個抗擊藥劑 應該就是拚最後一波了 不過這場其實算是相對和平 就兩邊在看到了互相的選角之後 應該也知道這場比賽最終的走向 就會贏到最後的縮圈 然後再來去做後續的拚補 來看REST 這裡拿出了更多的裝備領先 然後再補了一個布甲之後 是能夠有效去規避來自一箭的傷害 要來好好的去 討回之前單挑上面的顏面 這裡強補包也是很關鍵的 現在的吃兵應該就已經沒有到特別重要了啦 就是想辦法要把自己的狀態給維持好 因為 縮圈 準備啟動 來了 火要來了 應該兩邊都沒時間回了 那就 可能就是拚all in到底吧 但現在藍爆有個問題 他大絕是還沒裝好的 感覺應該要再個10秒20秒左右 喔水喝了 還是這裡是點塔 連續兩個魚叉 這轟下去 蠻不舒服 來囉火要來了 Q閃 拉過來 開砍 鬼步 開啟 墮 五層 再殺 交閃 躲掉外圈 有摩提斯 摩提斯 這裡 在A補弓 來RAZ的過熱 還是讓一箭 那他下了單挑 喔這裡 我覺得 可能RAZ的他有點 他是不是好像沒有想到他會輸 我輸了耶 我沒有想到這一箭單挑這麼猛啊 我覺得主要是他這個大絕美好 這個影響性蠻大的 就是他如果 他可能算的時間點是他上一波這個丟兵 洗兵線 然後他可能到最後縮到底的時候他大絕會好 但一箭抓到的這個時間差在 可能他大絕還差這個10秒左右的時候就直接all in了 對 不愧是我們的單挑超新星